大家好我是大雄 这两天有一件让黄皮乌拉集体高潮的事 就是胡塞武装宣布击中了美国的艾森豪尔号航母 那么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呢 信的人都信不信的人自然不信 美国已经进行了回应说没有的事 为啥那么多人相信胡塞武装能够击中美国的航空母舰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美国从来不吹嘘 是什么就是什么 比如说在实战演习中摔桌上架飞机 从来都不忌讳 换做其他地方的人早就脸色严峻 义正言辞的指责造谣者了 如果鞭长莫及 立马就会将造谣者抓过来 定为寻衅滋事罪 知道为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宁愿喜欢俄罗斯S-400 也不喜欢美国的F-35 那是因为俄罗斯S-400吹的满世界都是 但是美国从来不吹嘘自己的F-35 也从来不向外界介绍F-35 这就让外界产生了一种感觉 觉得还是俄罗斯的S-400厉害 但这个世界很讽刺 说的很厉害的人在实战中 却往往不厉害 嘴上从来没输过 但是实战却从来没赢过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过 美国从来不吹嘘自己的武器有多厉害 但是美国的武器却是独步全球 就拿胡在武装吹嘘的 击中的那个埃森豪尔号核动力航母 它是从什么时间开始投入使用的呢 资料显示 埃森豪尔号航空母舰 以带领美国走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第34届美国总统 德怀特·戴维·埃森豪尔命名 于1970年8月15日 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及船务公司开工建造 1975年10月11日下水 1977年10月18日服役 看看这个年龄吧 它是在1977年10月份服的役 也就是说1977年10月份正式交付给了海军使用 1977年我们在干什么呀 那个时候美国都有核动力航母了 那个时候美国吹嘘了吗 没有 美国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加紧的研制各种武器 美国就像那个扫地僧一样 从来不去争那些虚名 但是真正实战的时候 几乎就没有输过 所以在俄乌战场上 我们看到俄德斯大名鼎鼎的S-100 被美国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摧毁 被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摧毁 一撑不撑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70年代的落后的 武器爱国者导弹系统 竟然能够拦截俄德斯最先进的 匕首高创音速导弹 甚至乌克兰不是多先进的海王星导弹 竟然能够把俄德斯的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 给击沉了 仗打成这个样子 还有多少人坚信的认为 俄罗斯能够赢得这场胜利 我真的是无语了 无话可说 彻底无语 再来看一下战场方面 战场方面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就是乌克兰主动发起攻击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在俄乌双方战场的对决中 乌克兰现在不缺武器 而且美国已经正式解禁了乌克兰使用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的这个紧箍咒了 乌克兰的进攻啊 正变得咄咄逼来 而俄罗斯正在整个战场 全面的处于劣势 昨天有消息说 乌克兰摧毁了俄罗斯境内一支大型的装甲车队 这辆装甲车队正向俄乌边境集结 还没到边境时 就被乌克兰发射的海马斯给摧毁了 这在以前是从来不敢想象的 有报道称 一支俄罗斯大型的装甲动队 在库尔斯克地区 苏日哈士附近 被乌克兰的精确打击彻底的摧毁 还有多个信员证实 库尔斯克地区于处发生了相当严重的爆炸 相信以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 乌克兰就应该这么做 乌克兰就应该这么干 把俄罗斯的武器装备直接击毁在俄罗斯境内 不让俄罗斯的武器装备进入乌克兰战场 下一步 如果有可能就把战火引向俄罗斯境内 让俄罗斯打一场卫国战争 让那些为战争叫好的俄罗斯人 也尝尝战争落到头上的紫园 另外 在哈尔科夫战场 乌克兰军队在利普齐附近和利普齐以北 发动了反攻 多组特种部队士兵发布视频 展示他们与友邻部的一起 沃夫·昌斯克北部进行巷战 并击退了俄军的场景 巴木特前线查索夫亚尔方向 过去几天 俄军试图向该城以东的K村推进 但被部分击退 一支MTLB突击队被消灭了 阿布迪普卡前线第47旅又干掉了一辆俄罗斯 最先进的坦克T9M 蒂涅伯和前线的查普林斯克 在左岸的查普林卡 一辆俄罗斯凯甲斯机防空系统车被摧毁 从这对决中我看出 美制武器跟俄制武器相对决 俄制武器直接就不敌美制武器 以前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打是乞丐跟龙王比保 现在乌克兰不缺少武器了 俄罗斯在战场必定会遭遇彻底的失败 目前敌军依然在三条战线上 宝挂攻势 哈尔科夫巴木特和罗布吉尼 但是敌人的攻势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昨天一天俄军单日阵亡1130人 单日阵亡再次破迁 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6月1号晚 泽连斯基到达了新加坡 他将在这里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 亚太地区国防部长峰会 他一到达新加坡 瞬间吸引了全球舆论的目光 有评论人士指出毫无疑问 泽连斯基是当今世界最受关注的总统 没有之一 自20世纪以来从来没有一个总统 像他这样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备受赞誉 也从来没有一个总统 如他这般被局部范围内人数庞大的群体 所仇视蔑视 污蔑 更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像他一样 无数次亲临火线以身涉嫌 香格里拉对话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起 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于2002年开始举办的多边论坛 会议场所固定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附近 会议场所固定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因此被称为香格里拉对话或者香格里拉峰会 中文简称香会 本来这就是一个各国的国防部长之间的峰会 为什么总统泽连斯基参加呢 应该是对新加坡对他发出了邀请 对于新加坡的这一个举动 我觉得是一个暖心之举 新加坡对于这场俄乌战争有自己的理解 新加坡原来的总理李显龙曾经说过一番话 铅明的支持不可来 在李显龙看来 保持跟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的关系重要 但维护国际秩序 捍卫联合国县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更重要 如果不能够站在道野一方 那么到将来一旦有哪个国家侵略新加坡 这个世界上将没有人会帮助他们 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 其总理眼界却很高 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世界是一个整体 地划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任何一个地方的大事件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地球某一个地方发生战争 千里之外的普通人可能因此而失业 甚至陷入绝望而走上绝路 没有谁能够置身事外 他更告诉我们 国家之间交往不能只是站在朋友一边 更要站在正义一边 只有站在正义一边 才会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朋友 人和人之间依然 不然走着走着就没朋友了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如果您认可大雄的节目 不妨给大雄一些打赏 为正义发声 感谢一路由你